好 OK 那首先我先從這裏Tour這裏來見 好 上面這一堆都是3D模型 你都可以用 不過我們先從這個開始 叫做Polymash 3D 好 明明是個Star 明明是個星星 為什麼要叫做Polymash 3D 好 因為呢 這個東西不是只有長這個樣子 好 一樣進來以後按T 進來以後馬上按T 才會變成3D模式 那看來要先找它轉正 按住Shift 然後再切回來 所以 你要習慣這個操作 切 因為我現在大部分 我操作的時候都在這 所以它預設雖然是這樣 但我也沒有切到這個狀況 好 那首先第一個 現在這個是沒有透視角 有沒有發現地上那一塊地面的網格 沒有透視 它的透視呢 在這 Perspective 快速鍵是P 好 可以看到P 有透視角 沒有透視角 看你操作的需求 好 地上那個網格 好 呃 也是 那個 在這裡 好 Shift加P 切換地面有沒有網格 應該說切換有沒有網格 好 好 那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在介面上 尤其如果你的螢幕比較小 用no book的頭銷 要特別注意 這裡有三個小小的字 如果這三個小小字 XYZ 三個小字沒點到 你就算把地板打開 也不會出現地板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XYZ 三塊地板會出現的東西 什麼意思 好 就是三個 四窗網格的 意思 那平常我們只要看到Y的地板 就可以 好 平常只要啟動 留下Y的地板就可以 好 另外呢 Q Q W E R 分別代表就是移動 現在是中文說 對 Q 就是回到 Draw W E R 那你在Edit模式回到Q 就是雕塑 就是雕塑 如果你沒有進入Edit模式 那它就是個2.5D的物件 好 那主要只是越化越多個2.5D的物件而已 那 W E R 那這個東西 等一下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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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來越長 這個就是它的history Undo history 那N階 應該說它可以達到一萬階以上 不過你應該不會記得 一百次以前你做了什麼事情 那有這個 為什麼我之前在第一節課 我在介紹記錄下去 是說過你可以重播你的雕塑過程 因為這個history會存在 那它也會造成你的存檔會變得很大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記錄你的製作流程的話 你在file存檔的時候 Undo history 可以把它關掉 不然的話呢它會連你的Undo一起存 也就是說你下次 重開你的檔案的時候 你還可以再一直往前推推推推 推到很前面 然後再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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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 那一樣 是你的需求來決定 一般來講如果你一直留這個 你的那個 ZBrush檔案最後那個檔案到 5、600MB甚至於上GB都有可能 就單一一個模型就會變這麼大 好 然後 QWER進到QWER這個模式以外 還要記得一件事 它的這個排列跟MayaMax是相反的 MayaMax是移動旋轉縮放 它是移動縮放旋轉 好 它的邏輯是這樣 好 那這一個 PolyMesh3D為甚麼說它不是只有單純的PolyMesh3D 這一排先不用管 我們後面會再提到 先看前面這個齒輪 點下去 1 又多出一堆 又多多一堆 模型 然後 底下還有一堆指令 還看起來蠻眼熟的 有Taper 有Band 有Band Band分兩種 有Baber 對 這底下其實就是Modfiler的概念 好 然後這是你的基礎3D模型 然後可以套Modfiler 我們現在先不管它 先看一下 如果選擇Box 先選球好了 先選人球 它換成一顆球體 那球體的限架構 可以按Shift F 這個 切換顯示限架構 出來看 那這顆球呢 跟之前 如果你用TaperBox裡面的球的話呢 或者 你用的是這一顆球 Sphere 3D的球有不一樣 等一下我們看 你看到這顆球全部都是四角面 這顆球全四角面 然後這顆球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做 它是 用Max的Box Mesh Smooth就變圓 好 可能還不夠圓啦 再Mesh Smooth一次 以後 再加個 在Max裡面加個 Modfiler裡面有個叫做Sephyric 球體化的編輯指令以後就長這樣 好 那這個 比較適合拿來雕塑 因為我們不希望有那個 收數的極點 好 這個會比較適合 那 在 這個 這一個 還在 有沒有 還是橘色 而且半透明的 抓一下 這裡會有這個結構 這都能幹嘛 我可以調XYZ的Segment 其實你要把它想成它是個Box 只是被Smooth以後的Box 這樣子你就比較清楚 看得懂這個 東西是怎麼一回事 好 那 所以到最後不就BigBox 好 OK 那 所以 在這裡面有一些東西 因為 我砸死 先把它扭掉 看一下 如果你不是用這個做 不是用PolyMesh 3D做 而是換成用 這個 Sphere球的話 直接按T 進入Editor 才能轉 那應該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球就是跟Max的那個 Sphere 是一樣的東西 它上面有這個 收數的極點 有收數的極點 那 一樣的 就是這一種 這種物件 這裡 現在你看到的這一堆物件 剛剛自己做出來的 它會保留在這 先不管 就是 Sphere 3D Cube 3D Think 3D Clone 3D 這一堆物件 你要把它當作就是Max裡面的 基礎物件的思考邏輯 意思就是說 這些物件上面有參數可調 它的參數在這個地方 Initialize 這裡 你可以調整 X的Scale Z的Scale Y的Scale 按下F Strend 然後呢 也可以調它的segment 調它的segment 調它的segment 調太少了 再稍微多一點點 稍微多一點點 OK 像這樣 你可以調它segment 變成一個 這樣子結構的物件 所以如果你選擇做的是Box 一樣有Box 才數可以調 意思是 如果在這裡建的時候是建一個 不是Plan Cube 3D 好 然後就按T 進入編輯模式 按著Shift 轉正 按著Shift 轉正 然後Perspective 還可以 好 那這個Box就是 不太好的Box 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不太常用這一個 這個Box又是一個有幾點的 一樣也有參數可調 這裡 好 一樣有這種參數可調 那 然後你的幾點要朝向哪個方向 又可以對齊 好 那要不要做扭轉 它有一些多餘的 控制 所以 你要熟悉 其實這跟你在用Max一樣 那個Prim 那個基礎物件 跟延伸基礎物件 它們能夠變出什麼 玩意兒 可以協助你往後 後續製作物件 那一樣 這邊也是 這些東西能夠變出什麼東西 一樣要去了解 因為有一些東西 好 預設可能沒有 你就是要人工做 例如像這個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進行其他的編輯 所以我只要切換它 就換下一個 像這個 是個螺旋體 螺旋柱的 那個像彈簧的東西 那 這裡面也會看到它的Initialize 這邊多了幾個參數 比方說 你這個彈簧要轉幾圈 好 彈簧要轉幾圈 然後 它的粗細 有沒有看到 它粗細很特別 它是用 圖 這個圖的意思是這個 是這個 意思是如果你不想長這樣 拉到旁邊丟掉 拉到旁邊丟掉 它就是直的 關起來 好 那 這一個 它有好幾個 因為你可以看到 它有好幾個不同的 close起來 profile sickness radio z offset 這些都會影響到它的長相 那這部分 同學可以自己去 嘗試 上下的半徑 所以你也可以變成這樣子的操作 那如果你要變成這樣也可以 好 那彈性上也還蠻有趣的 然後 整體的粗細 好 那 OK 大概先有了解 那這個東西呢 是 3D match基礎的 那但是同樣的就像這顆球跟 這個box一樣 我如果需要球跟box 我都不會希望它是有 那個收縮極點 我會希望是一個全視角面的 那種東西 不是這個 我就會用pallymatch 3D來做 好 就會用pallymatch 3D 因為 我需要一個cube 然後這個cube的segment 我就可以在這裡直接 一開始就決定 我要多少segment 好 那這邊的initialize 就跟正 那個不一樣 這邊如果你在這裡 在操作的話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特大的差別 在這個時候 我先講一下 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模式底下 你看到這一堆東西 在這裡其實有類似的效果 就是cube 現在你看到好幾種生成方式 好 這邊的cube 它的意思是quad 四角面的box 然後有幾個segment 在這裡可以設定 再按一次 好 它這個參數就已經沒有 不是 不是跟著條 而是你要按一下 生成 然後它會盡量維持 這個qcube的差別就是在 全視角面 應該說正方形面 它會維持正方形面 所以如果我用qsphere 然後在這個方向要12個segment 這裡也要12個segment 再來一次qsphere 它就會變這樣 12乘12 然後這邊z只有2 所以z我可以設 比方說12的時候才會變正元 好 121212才會變這樣 shipped f關掉網格 你就不會看到那塊顏色 那個顏色是什麼 平滑群組 不能講平滑群組 group 群組 它是個群組的概念 好 嗯 再一次shipped f把它關掉 這樣你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好 那 這是用這個 在這時候生成 那你也可以不管它 在這時候生成 看一下f 好 也可以這樣子生成 再切回來 那如果你要去按這裡 又會變成這個模式 好 就是 PolyMesh 3D的那個星星出來以後 進入 QWER的形態底下 可以用這裡切 那如果沒有進入QWER的形態底下 你可以用這裡切 好 QWER的時候多這個齒輪 就會多這個 那 這裡面你就要自己去嘗試 因為它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好 你要管狀物 的時候 就要到這裡來做 這件事情 好 那每一個 有每一個的不斷的變化 所以 Zibbush在這種小 東西上的 你就可以開始發現 它的複雜度 還有它的產生的邏輯 有點特殊 好 可以